肖战的新代言百事可乐官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反正那销售额在品牌方那里绝对是能令他们满意的 这还是刨除有一部分粉丝因为疫情不能购买 否则这销量一定能令品牌方再一次震惊 为什么艺人也很喜欢代言国名度高的商品呢 例如肖战与百事可乐的合作绝对是一次最为成功的双赢局面 肖战能为百事可乐带来绝对的销售额 在大环境并不美丽的当下 因为肖战的存在 百事的销量就如同坐了直升飞机一般 扶摇直上在与可口的对决中 多年你追我敢名气不相上下 但因为肖战的存在 这市场占有率是要有所变动了 百事可乐能为肖战带来巨大的国民度 虽然百事并不属于中国 但在国内作为肥宅快乐水 百事可谓人尽皆知 而与之相对应的 代言了百事的肖战 将会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并不仅仅限于网络上 更多的是走20年前明星的路子 下沉到每家每户 恰是这种双赢的局面 百事并不如其他品牌一般 需要肖战带来的利益 还需要肖战为其扩大知名度 故此 当百事为代言人进行大评投放时 更显诚心 重庆观音桥的大评上 被投放了肖战的百事广告 超大的屏幕中 肖战依旧是那么的冒足修长 身姿挺立 很多时候 有的艺人是不能被放到大屏幕的 恰如他们不太适合出现在电影屏幕上 过宽过大的屏幕 会使得艺人脸上 身上的不足之处显露无遗 但是很明显 肖战与大屏幕的适配度是其高的 重庆是肖战的家乡 当初还能打榜的时候 遇到重庆的大屏 粉丝们都会更加努力一点 毕竟是能拒绝自己出现在 自己家乡的大屏上呢 感谢百事将投屏放在了重庆肖战的家乡